新陳代謝內分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張嘉玲 張醫師 大家好 我是新陳代謝內分泌專科張嘉玲 張醫師 坐到我旁邊的就是同醫院的院長 泌尿外科大國手大師級的歐院全歐院長 那麼今天我們有一點點小廣告 大家不要介意我們有一點點小小的資訊 希望帶給大家一個新的醫療常識 這個什麼新的醫療常識呢? 它叫做達文西機器手臂 那我今天的題目定到一個叫做 高貴不貴 避免你術後的悔不當初 那麼為什麼這麼定呢? 因為說真的 這個是屬於健保不給付的 當然歐院長剛講 有某些的項目它是給付的 某些項目它是不給付的 但是你只要花一點點錢 你會後悔 你會不後悔 這個是你的選擇 一般來講 你這個錢花下去呢 你絕對不會後悔 以前你沒有接受這個治療之後的 很多的併發症 因為儀器是越來越新 越來越先進 那我們今天呢 也很榮幸請到歐院長 來跟我們講 什麼叫達文西 達文西不是那個文藝復興那個人嗎? 為什麼達文西它有什麼好處? 它長什麼樣子? 各位能夠初步的了解一下 這種先進的醫療儀器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請歐院長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謝謝我們張醫師還有現場的觀眾 那這個機械手臂 為什麼叫達文西機械手臂? 最主要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說達文西他本人 在1480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創建 畫一個我們叫做 滑翔翼的一個草圖出來 但是經過500年以後 我們人類這個夢想 才能夠實現 才能夠在天上飛行 所以當初我當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種機械手臂 能夠幫我們開刀 第二個就是說 達文西他本人 他是一個藝術家 也是一個科學家 還是工程家 他也做過第一個 機械人跟機械狗的模型的 一個科學家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 以叫做達文西機械手臂 我想就是說 他有他實質的意義 不管在象徵他的一個創建 他一個理想 還有實際就是他是一個 我們機械人的一個啟發的 一個科學家 一個藝術家 原來如此 那達文西機械手臂 是在90年代的時候 美國太空總署 跟他的美國國防部的一個 遠距手術的一個概念 還有遠距能夠來修理太空船 這種遠距操作的觀念 那應用到 這種技術應用到 醫學方面來 所以這個技術在1995年的時候 被民間公司 叫做Intuitive公司 來購買 購買以後開花 在1999年的時候 第一代的機械手臂 就開始承襲 他最主要包括就是 我們要開刀嘛 我必須要一個工作台 在這邊操作 這個工作台操作以後 就接到病人端 我們叫做手術台車 所以醫生是坐在 手術室的外面 不是也是在手術室裡面 但是不在手術台上 旁邊一個工作台上工作 對就是坐在工台 接到病人端的一個手術台車 那有幾個器械放在裡面 那助手是在病人端 那第三個就是有影像系統 影像系統可以在麻醉科 在助手 還有在其他的學習者 都可以看到這螢幕 包括你怎麼操作的感覺 那我在工作台 我看的是我另外獨立的螢幕 所以這是這三部分來完成 那機械手臂它的話 就是靠這種器械 很精密的器械 像這一支是剪刀 你看它這個剪 這其實很細很細 它這前面的大概只有0.6 0.7功能 而且它有剪刀功能 還有電燒的功能 那像這一支的話 我們叫磁針器你看 那麼細 可以拿著針 拿著針 它可以放大 而且把你手術震動消除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 真的是劃時代的一個進步 所以機械手臂在台灣 一年 泌尿科的開了刀 就大概是接近1000例 那再加上其他的 接近大概是 大概是有7、8千例的一個手術 所以我們今天呢 大概以膀胱 在膀胱用上有什麼突破上一種技術 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所有的最困難的手術 就是膀胱癌手術 它比腎臟還 腎臟20分鐘膀胱要做多久 膀胱要5到8個小時 膀胱癌的手術是 所有密尿科手術的聖母蜂 也也是如果你要把膀胱癌拿掉 這些有淋巴線在這地方 淋巴線摘除 叫做骨盆腔的淋巴線做 廣泛性的一個淋巴線摘除 再做一個人工膀胱重建 原來是這麼複雜的時候 要5到8個小時 腎臟20分鐘拿掉就好 這個要5到8個小時 你要拿一段腸子 要50公分左右的腸子 折成一個球狀的一個膀胱 把兩個塑尿管 又種到膀胱裡面去 所以這個手術 其實它的步驟 可以講大概30步 前面以前我們講的摄物線 剛才講兩步 因為那個我們張醫師比較聰明 那如果把它細分解 應該大概有10步 10個步驟 當然是說前面後面 所以就是總過來講 是分成兩大步 就是10小步 那如果膀胱的話 應該有大概接近20到30個 一個零零種種的一個步驟 那真是挺複雜的 挺複雜 所以如果在這個最困難 最複雜 而且併發症最多的手術 恢復更最久的手術 如果你用糖尿器給它完成 我想真的是爬上聖母宮 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太複雜的 我們一定要用到最先進的技術 最先進的儀器 所以這個手術 目前健保是沒有給付 但是這個收費 比攝護腺癌多一點點 可是他的手術時間是受限了三倍 醫生辛苦了 醫生真的做到這個做牛做馬 就是為了病人的健康而努力 所以你看做這個手術 八個小時 那是多麼累的一個工作 那麼達文西呢 對於這種手術他的處理 就是也是突破了過去那種 沒有辦法完成的一個細節 我再跟那個觀眾還有商業師報告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傳統開這個膀胱的手術 我們把膀胱癌拿掉淋巴線清完 可能就大概三四個小時 你要拿腸子來做重建 但是我們拿腸子來重建的時候 我們腸子就是肚子打開 對 傷口很大 腸子在電燈下面照射 腸子我們都吃過大腸包小腸 對 很薄很薄 很薄 你在空氣中暴露在裡面 我們在手術的溫度大概是二十幾度 25度 對 可是我們體温是37度 對 但是你用為了為了看清楚 用電燈給它照 又照 要去摸一摸以後 你腸子再丟進去後 腸子一般 腫脹 腫脹 要很久才能夠蠕動 才能夠進食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我算是這方面也不是說創舉 就是國外已經開始用這種手術 那大概我大概七年前 就把這個技術引進來 就是說 全膀胱的重建 全部在體內 全體內的手術 連接腸子 縫腸子 輸尿管 重到腸 這個人工膀胱裡面 全部在裡面 減少它 去我們去摸腸子 刺激它 而且電燈烤它 全部在裡面做 對全體內 這個一聽起來就是很困難 很複雜的 而且要做八個小時 你看這個多辛苦 你技術再快 也大概只能省一個小時左右 真的是手術是困難 我這同學 那是越來越佩服你 越景仰你 真是太照顧人選了 所以這些手術啊 我們如果以達文西來講 其實病人花了一點點錢 最累的還是醫生 因為醫生要幫你做這麼多事情 為了要減少你後面的併發症 是 其實我覺得 這個手術是最最值得的 最值得 對因為 因為 因為膀胱癌手術 一般 最嚴重就是 病人 他走掉了 這種機會大概1到3% 另外就是 腸子引起腸子 腸子如果變慢啊 這個沒有縫好 這個腸衣露出來啊 塑尿管露啊 塑尿管感染 整體我來 我估計 大概有30到15%的 一個病發症 你假如說 以傳統的 開始手術的 病發症來講 是這麼高就對了 傳統有時候可能還更高 還更高 但是接手臂 這種病發症 也不是完全沒有 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可以降低 而且 它的一個嚴重度可以減緩 對 所以機器它越來越先進 當然就是 病人的福氣啊 可以有 不要這麼多的病發症 當然 你也不一定會得到 膀胱的問題 我也不一定會得到 膀胱的問題 但是 歐院長 他卻是見識到 這麼多 罹患膀胱疾病的問題 用了機器手臂之後 能夠 一輩子在後半 開完手柱之後 享受到一個非常 快樂 完美的人生 所以就是要 拜儀器先進的手勢 所以我覺得 中部地區 尤其是 中部地區 或許你是 其他台灣的各個地方的病患 甚至你是 全世界的病患 都可以 你聽到這一集 就是你最大的福音 所以我們今天呢 知道了 達文西機器手臂 對於這麼複雜 需要這麼多 程序的 這麼多時間的 我們用達文西機器的 而且他 花了花費 只有 社會性的多一點點 所以我想各位啊 能夠用分期付款 剛剛 歐院長介紹那個 分期付款概念 創造你 後半輩子 幸福人生 我想這個是值得的 我們的資訊 有什麼 希望或期望 你就 把這三個字記下來 哪三個字呢 叫做歐院權 五個字 歐院權大師 這五個字要記起來 歐院權 沒有那個大師 絕對不行喔 一定要記歐院權大師 你搜索 同醫院 他已經是全世界非常有名 不是台灣而已 全世界 開這個 密道手術的第一把交椅 所以我想今天呢 我們時間也有限 也有其他問題 請在我們底下留言 我們會幫你的問題 轉給歐醫師 需要我們幫忙 狂衣秀的幫忙 我們狂衣秀都是義務幫各位 我們有些 希望大家做善舉 把一些重要的嘗試 分享給各位 那今天我們節目 就很高興 請到這個大師 來這裡跟我們講解 許多密道科 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嘗試 如果喜歡的節目 請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謝謝各位 希望我們下次還有機會 聽到歐院長這麼精彩的解釋 如果你要看他很簡單 掛個號 他會傾聽你 同理心 而且會關懷你 我想這樣是最重要的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希望大家及早認識 預防醫學 早日做好養生保健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識喔